西门市板桥驱一名男骑士疑似抢坏 从外侧车道鬼切右转 害得当时执行怀胎八个月的孕妇 来不及反应直接撞上连人带车倒地 还好送医之后母子俊安 目击者忍不住惊呼 一名骑士鬼切右转 害得执行的女骑士来不及反应连人带车摔倒在地 撞击力不小 她肚子第一时间大力着地 双手赶紧先保护 因为她有孕在身 没想到对方一个不留神 害得她出车祸 我看有警察在指挥交通 有人在那里 知道有人躺在地上 应该是公立的保留在那里指挥 事发新北市板桥四川路一段上 七号早上九点多 当时路上人车都很多 怀胎八个月的孕妇 正执行要往中山路前进 没想到左边一名男骑士要右转 却没切外线道 更别说里让执行车 就直接从孕妇骑士面前闪过 害得她来不及反应直接撞上 酿货的男骑士没事 反倒孕妇痛苦躺在地上 肇事骑士事发后回头 才发现自己闯下大火 孕妇越底就要临盆 捧着大肚子骑车 医师提醒这样真的很危险 好在这回只有轻微擦错伤 肇事骑士将吃上最高1800元罚还 倘若真的闹出人命 可不是简单找钱就能了事 这周总理马申节新北市报道